马上要过年了 那么今天银行开放换新钞 那么很多人是特别零贵来换钞 因为过年要发红包 新钞感觉上似乎比较吉利 不过呢 为了要防疫 银行也特别提醒大家 你来换新钞一定要记得实名制 那么银行部分当然要加征隔板 落实基本的防疫 不过有蛮多民众觉得零贵还是有风险 干脆在ATM010其实也是新钞 开放换新钞第一次 一天点钞机数个不停 过年就要到了银行备战 备齐大量的新钞 各种面额都有 让民众好好准备红包 过年感觉给亲戚朋友小朋友 那个钱这样子 为了讨喜器我就是两百一千 一百两百五百两千 就是每一个面额都给一张这样 一大早在新钞兑换柜台挤满了人 只是疫情升温 银行在换钞专柜加装防护板 所有人员戴面罩跟口罩 也随时清销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落实基本防疫 这一些ATM已经有六十七万人士的 这个提领 那提领的金额也超过八十七亿 这一些都能够有效的提前的来疏散 这一些人潮 本土疫情影响银行预估今年零贵换钞的比例 会降低 ATM领新钞的人会增加 央行一共准备了五千七百三十五亿元的新钞 供民众提领 而台银表示已经拨付了三千两百亿元给其他的公股银行 剩下大约三千亿元可以供应 新钞的数量一定够大家兑换 为了防疫今年到银行换新钞都要采取实名制 民众一边排队一边拿着兑换明细表 在上面贴写姓名电话跟兑换日期 而换给银行的旧钞都会先消毒静置十四天 才会开始使用 提醒民众到银行换钞 口罩戴好落实防疫 才能安心过好年 三地新闻 郭宇轩省外宜台北采访报道